大家好 欢迎来到《香洒好物》 那今天这期呢 就继续给大家介绍我衣橱里的衣服 那今天介绍一类我衣橱里特别特别多的衣服 因为太多了 我们分两期介绍 这期呢 我先介绍我衣橱里纯色的T恤 包括白T 那下期呢 再介绍我衣橱里很多这样的鱼露T恤 因为我自己特别爱穿T恤嘛 尤其是白T 我就研究过 说为什么人们穿T恤 人们都什么时候开始穿T恤的呢 其实呢 从一百年以前 T恤是男性的衣服 他们呢 是当做打底衫穿 穿在外面正装的里面 这样出汗什么就不会弄脏 然后这些男性穿着穿着 大家就有一个发现 发现在美国海军这些男生 他们穿着白T特别的好看 就纷纷的也都穿起来了 后来各种各样的男性呢 都穿起了白T 然后女性也穿起来 当然了 我们现在回头想 为什么美国男性海军穿白T好看 因为他们身材好 所以呢 想穿起T恤好看 第一条还是显得顿链 那我们看到到了今天呢 T恤就穿为我们非常普通的衣服了 又经过了这么一百年的演变呢 各种品牌啊 风潮啊 款式 面料啊 所以今天呢 大家看到这么多T恤 其实只是我一处理T恤的一部分 所以呢 我是一个这么喜欢T恤的人 我就来介绍一下 我是怎么选择T恤 怎么穿他们的 那我们看一下 作为那一大T恤长什么样子 这就是一件某典型的内搭T恤 插的时候 一想就要内搭 你看它的特点呢 是领口小 然后衣服的材料呢 很软软的 又很贴身 袖口也是小的 因为我们要穿在衬衫里面 毛贝心里面 毛衣里面 西装里面最帅 所以呢 内搭T恤特征就这样 买的时候就想好 那外穿的T恤长什么样呢 就长这样 这是一件典型的外穿T恤 看到它就是明显特别厚实 一定是不透的 那么它的领口的螺纹 是非常明显的 同时呢 它可能更宽松一点 然后袖口更大一点 如果呢 你买到一件很喜欢的T恤 它有口袋的 它一定是外穿 那大家说我在买T恤 如果怎么看面料呢 就看它的面料表 最好最好的棉呢 就是Pima棉 P-I-M-A 是一种长绒棉 Pima棉呢 通常是棉花里最好的 它是最厚的 也是最柔软 那所以呢 选T恤的要领就这些 你要看它的内搭款 还是外穿款 你要看它的面料和版型 这些基本的都掌握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白T之外拓展颜色 看看哪些颜色呢 都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了 所以呢 你看这个衣橱里面 我的T恤颜色呢 就这些 全在这儿了 T恤的颜色 就是我性格的颜色 灵魂的颜色 所以你看 我喜欢的颜色就是倦勇的 饱和度低的 然后搭配上我其他的牛仔裤啊 等户是非常协调的 像我这样白的皮肤呢 其实什么都可以穿 但这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想穿好T恤 你真的需要锻炼 需要身材紧致 然后需要有活力的生活 所以呢 那在纯色的T恤里面 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了 我特别喜欢蓝色 我觉得它是天空的颜色 海洋的颜色 水的颜色 空气的颜色 也是时间的颜色 那我穿蓝T恤的时候呢 我就会搭配牛仔裤啊 短裤啊 西裤啊 任何一条我喜欢的裤子 裙子 高跟鞋 平底鞋 球鞋 我都会搭配我最喜欢的蓝T恤 那其实除了白T之外呢 我特别喜欢穿的还有黑T 就是黑T呢 也是既适合内袋 适合外穿 尤其像这种特别紧身有型的黑T啊 就穿在西装里面 我觉得特别帅 在任何时候呢 都会充满自己 觉得觉得很酷 还有见解 很独立 很精良 在这呢 我也推荐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颜色啊 但是我看到 其他人穿着不太多 就是绿色的T恤 这两件吧 你看我特别喜欢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 其他的颜色T恤 不妨试试绿色的 那么他们可以搭配 牛仔长裤 短裤牛仔裙 尤其是卡提色 尤其配上白球鞋 还有人质托 很多人呢 对绿色有顾 你觉得适合的肤色不多 我这么认为 就是无论你什么肤色 都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春天 试一下春上绿色T恤 因为绿色呢 让你显得很有活力 像植物一样呢 在生长 又内涵又希望 以上呢 就是对我艺术中 所有纯色T恤的介绍 为什么这么喜欢T恤呢 我觉得它又简单 又纯粹 还可以穿的时候 同时追求精良 在不刻意的时尚里呢 我觉得啊 T恤的选择和穿搭 是每一个女生 都应该选择的招数 都应该选择和穿搭 都应该选择和穿搭 都应该选择和穿搭